请根据以下线索说出一位古代哲人 线索一 他没有留下诗篇 但是文章极有诗意 线索二 罗尹说他蒙异先生最有才 线索三 他笔下的大鹏形象 李白很喜欢 王晨昊抢到 我的答案是庄子 我们把线索听完 线索四 李商尹说他 装生小梦 迷蝴蝶 本题正确答案是 庄子 王晨昊回答正确 我们给追乐队加一杯 我有一点是想到了 就是他笔下的大鹏形象 李白很喜欢 因为这个时候 应该是特别的直接的 就可以锁定答案了 是 第一个说他没有留下诗篇 但文章极有诗意 我就在想 这个你要说孔子 也没有任何问题 因为他们那个时代还不是独立诗人冠名的时代 但他们都有诗意 但庄子不一样 人家庄子他真是一个老师 他给中国文学提供了一系列的想象出来的母题 不存在于现实世界的存在于人精神空间的这样的一个世界 他还提供了什么 是跳出这个世界 看这个世界的能力 就比方说我们讲 坤也罢 鹏也罢 你能想象你是在现实世界中看到他吗 不是你的一种完全跳脱出去的视角 你才能看到那么大的坤 那么大的鹏 这是中国人得到的另外一个视角 这个视角后来催生出什么 催生出浪漫主义精神 实际上我觉得孔子和庄子 是指引给了中国人两种不朽的鹏子 一个是成就 一个是解脱 后来我们讲如盗互补 就是从这儿补出来的 对 庄子他的哲学 其实就是诗画的哲学 你可以很难想象 北冥有余 其名为坤 坤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 是吧 化而为鸟 其名为鹏 鹏之辈 不知其几千里也 是不是 用孔子的话讲叫怪力乱神 但是在庄子这里 汪洋自私 成为了一个完整的世界 庄子的哲学倡导的是一种 自由的方式 自由的心灵和自由的境界 正是因为如此 庄子写了大量的预言 庄子之所以写预言 用预言 因为用常规的说法 说不明白啊 大家听不进去啊 听不懂啊 所以他小虫也开始说话了 小鸟也开始有笑声了 是不是 所有的天地和人 全部拉通了 这也是庄子的宇宙观 他认为一个人要获得自由 首先必须明白 天地万物 从我到你 从你到我 不免是要由生到死 由死到生 所以不必悲伤 不必哀痛 一切都是必然的结果 这既是一种 哲学观念的贯通 更是一种 生死观念的更新 我们下期就会